台北高等法院判決教育部資訊公開 有關課審會的敗訴 判決你們應該公開 但是部長你今天整個質詢下來 你有兩大理由堅持不公開 第一個你說這個當外界認為說 基於這樣的一個判決 那麼顯示程序正義有問題 顯示程序有瑕疵 所以教育部應該暫緩 應該暫緩微調課綱的實施 也應該要資訊公開兩大訴求 我們禮拜五開公聽會 但是部長你當天說 這個你們會回去研究研究 你禮拜五都是講假的 你今天整個報告很清楚 你認為兩者無關 資訊公開不等於要暫緩課綱 你也說這個因為這個高騰法院行政判決 跟以前見解不同 所以這個判決恐怕有問題 你要上訴對不對 你整個的論點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部長你還是繼續認為說 課綱微調合乎程序正義 你還是繼續認為說 資訊可以不公開對嗎 就是你們繼續上訴 在定驗之前呢 跆拳會不能看 社會不知道 你們繼續做到底 1月25號分組會議 當天主席有沒有現場公佈投票結果 他們有用書面的方式寫下每一個委員的意見 所以有沒有公佈 你具體回答有沒有公佈 你不敢回答 你剛剛還告訴前面委員說有 還有投票 我講的是課程大會 我講的是課程大會 有沒有公佈 你現在按愛妹妹回答一半 主席請委員寫下書面意見 然後呢 然後那個 然後呢 然後跟那個 召集人 他根據委員所寫的書面意見 召集人帶回去統計對不對 是 召集人帶回去統計 然後統計之後呢 再給我們社會 剛剛我所念的這個結論 這就是當天投票結果 哪一次我們民主化以後投票是降投的 秘密投 投票之後主席一個人帶回家來統計 他可以判定誰的意見是贊成 誰的意見是反對 然後告訴大家說 召集人針對24位委員 表達意見最後大家同意 這樣的投票結果合法嗎 我跟委員報告 分組他其實只是 合法嗎 部長你一個曾經當過大學的校長 口口聲聲說要推動公民素養的教育部長 你可以說這樣的投票結果合法嗎 在這個判決法庭的訓問 結辯的過程當中 台權會做成了法庭的紀錄 審判長問教育部律師說 你帶回去統計之後 尊重會議多數決 是不是算同意 教育部律師說是 好審判長問 是不是沒明確表達反對的 都被列入同意 教育部律師說是 審判長問 公民哪些部分應該調整的 結果都被列入同意國文科為條 教育部律師說是 這就是法庭審判長訊問的過程 具體被記錄下來 這樣的一種統計 扭曲委員的意見 然後把沒有表達意見的 當成同意 也就是說把投費票的都當成同意 把對局部有意見的都當成同意 這種投票扭曲民主 明顯的違法 違反行政程序的正義 然後你們可以說這是合法的 部長 這就是黑箱啦 不敢公開的原因啦